這個男生來頭可真不小 怎麼說 怎麼用真不小呢 他是中國石油底下北京環球工程那個公司的執行董事 同時也是黨委書記兼總經理 中石油何許人也 中石油是中國去年盈利A股上市公司盈利最高的 一年賺到1400多人民幣 也是世界第三大的石油公司 來頭不小啊 這麼大 然後他是裡面的 你看年紀輕輕就可以當到他的總經理 哇他以為是爸爸跟女兒 原來是小三啊 對 情婦 然後大家就說 這就是包養啦 這情婦什麼什麼在那邊亂講一通 結果呢 欸網友又繼續比對 人家說傻傻的傻傻啦 這個女生的背景超硬 為什麼呢 就起底他 原來他叫董思琦 他是日本找稻田留學過 然後嘉靖財力雄後作風洋派 所以有人說一句話 你看他手上那個包包 有人說那個包包是他自己買的 所以根本可能不是這個老總包養小三 反而是這一位白富美啊 包養老總都有可能 我聽了什麼啊 一開始覺得以為是他去包養他 這都翻轉了 等一下女方說我比你還要錢 是我包養你 你變成老baby了